八十五十一线索 都不是真的 是迷失真心 变成的幻想 谁迷的自己迷的 换句话说 无意不是自作自受啊 你怎么可以 怪罪别人 你真正看清楚看明白了 对于一切陷害我的人 甚至于想 勾立往各界身体 也复制一笑了之 忍如先人感谢 勾立往 为什么感谢 他帮他提前臣佛了 忍如先人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亲人 郭力王 成就了释迦牟尼佛 把释迦牟尼佛成佛提前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法运 将来我成佛 第一个多年 他就是 世尊弟子的 乔诚如尊者 佛说话算话 啊 洛言员 吴比丘 佛说四地方 第一个开悟 正好乱苦 所以 不能怪罪别人了 这一点 必须什么都重要 学佛这一关不能通过 你就难了 啊 官官都要通过 啊 真真相 祝福如来 大慈大悲 明念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本来是福 啊 迷失了自信 变成这个样子 啊 像小孩不懂事 那个小春兔 打你几下 你还想跟他打一架吗 啊 你八十岁了 啊 他才三岁 八十岁老人 会给三岁小孩打一架 不可能了 啊 所以 学佛的人跟不学佛 不一样 啊 学佛的人 了解四十真相 这个狗 这真彻底 啊 啊 世间人 达到最高的境界 也就认识因果 而不造罪义 啊 我为什么原谅他 免得以后 云云相保 这是世间神仙 啊 出世间神仙 完全 一体 啊 牙齿 摇了舌头了 舌头还要找牙齿算账吗 这不可能 为什么 一体 啊 一体 从哪里看 就记住 六处一句话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这一体 万法是全宇宙 从哪来的自信神 这个都要承认了 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啊 慈悲心 是从自信 流出来的 真爱啊 害我的人呀 真爱呀 非常 可怀疑他 他迷得神啊 我比他 迷得钱啊 我就得原谅他 那他 不原谅我 他还继续 来陷害 随他去啊 啊 害死了 很好啊 为什么 到极乐世界去了 你看 他做好事 把我早一天 送到极乐世界 啊 永远只有 感恩这个词 没有怨恨 你把四十正要搞清楚 感恩你先生起来 啊 你修佛有什么好处 好处就这个 啊 真的把 诸法而设想 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